大长海内外会战web3 投资人砸钱丝毫不见手软 萨尔瓦多发行比特币火山债券 要将比特币法定货币实验坚持到底 九成国民不上网 中非共和国总统却亲自下场推加密货币 是致富密集还是画大饼 市场低迷 加密矿工现债博危机 Antifa豪恨出手助其渡过难关 加密货币税率世界之最 日本政府为何避而不谈 7月28号星期四 别连何在 我是Michael 2022年全球的VC圈的新宠儿web3 现在web3的话题已经成了互联网人的一个新出路了 大家知道互联网行业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 现在是高度的中心化 在用户和个人面前 互联网平台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而随着业务量见顶 政策红利殆尽 那么互联网公司也不得不探寻流量之外的新的道路 大家纷纷把目光寄托在了web3的身上 那么被寄予厚望的web3到底是什么人在疯狂入局呢 作为投资界新兴热门赛道 web3真的能挽救失落的互联网人吗 新加坡web3教育初创公司NAS Academy宣布完成1200万美元融资 FTX Winters参投 筹集资金将用于支持该平台的全球工程和产品团队 以及发展其web3产品 NAS Academy旨在构建一个基于教育创作者社区的web3培训服务 此前推出了一系列与web3和内容创作有关的教育内容 现在有大型公司在控制你的资料 和提供你的资料 当你使用一个资料 如果你的资料是免费的 那就是你的资料 这些公司在有很多资料 在你的生命等等 如果你与技术的智能 你能够知道 和非常精彩的模特性 这是你给予的自由度 因为这些社会知道你的资料 更多他们能够卖你的资料 互联网行业的人才流转 大批人才涌向web3行业 同样在国内上演 根据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web3的投资和职位发布 增长均超过400% 全职 兼职 远程办公 形式多样 其中应聘者超过一半 来自互联网行业 与此同时 还有不少互联网人选择辞职 去海外的web3公司工作 去年11月 Naiib Booker宣布说 将会发行10亿美元的比特币债券 那么这个债券将使用 由Blockstream创建的 基于比特币的支付服务Liquid 然而萨尔瓦多的财政部部长 近日表示说 由于不利的市场条件 这个计划被推迟了 是的 自今年1月以来 比特币的价格持续的下跌 对吧 那么中美洲国家 萨尔瓦多的比特币的价值 已经不到当时购入成本的一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财务风险和负债为由 多次建议萨尔瓦多停止 使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 不过对此萨尔瓦多总统 纳伊布布克尔 却一意孤行 要将比特币作为 法定货币的保卫战 坚持到底 萨尔瓦多总统 纳伊布布克尔 日前在推特宣布 已向当地国会提交了 两份主权债务回购法案 以争取获得 回购所有在2023年 和2025年到期的 主权债务债券所需的资金 并且萨尔瓦多政府计划在完成相应文书工作后的六周内 开始购买操作 此外 布克尔还表示 萨尔瓦多有足够的流动性 及时支付其当前的承诺 并提前购买到2025年之前的所有债务 2023年到期的债券总额为8亿美元 而2025年到期的债券数量相近 据布克尔公告中的数据显示 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投资下降了约54% 潜在损失为5580万美元 目前 该国已经在比特币上花费了1.039亿美元 平均每枚硬币价格为45,171美元 中非共和国是目前为止 非洲第一个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可是讽刺的是中非的国民当中 99%的人都不使用互联网服务 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中非的共和国总统 要用加密治国的理想 随后中非共和国还是推出了加密货币的项目 Sungle 而且总统是亲自下场站台 确实SungleB的推充让不少币友和路人都关注了中非这样一个国家 更是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直呼说 去关注一下这个国家的总统 你就会发现SungleB就是钻石 那么Sungle项目推出之后 效果如何呢 来看一下 根据Sungle项目网站上的详细信息 中非共和国的国家加密货币SungleCoin现已发售 公开发售于周一开始 以0.10美元的价格购买2亿枚SungleCoin 据该网站称 最终上市价格为0.45美元 想要购买代币的人 需要至少有100美元的主流加密货币 目前Sungle项目已售出5.25%的代币 这意味着该项目在公开发售的前24小时内 筹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 此外 该项目计划通过为期一年的代币销售 筹集超过10亿美元 在此公开销售阶段购买的SungleCoin 有一年的锁定要求 因此 在锁定期结束之前 买家不能撤回或转移其代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救加密矿工于水火之中 日本加密税收税率高达55% 加密货币团体大喊必须减负 全球知名的加密新闻网站CoinDesk 日前根据加密行业的竞争者和市场反馈 发布了一份加密矿工的一个债务的报告 报告中显示说 由于熊市行情持续下跌 加密矿工即将面临保证金和违约金的一个通知 据统计呢 加密矿工们总共介入了30亿到40亿美元 由矿机作为抵押的一个贷款 而目前处于无力还款的一个状态 那么全球最大的矿机制造商 比特大陆的重量级合作伙伴 Altifa就针对目前市场的状况 针对矿工的情况 推出了一个新的借贷产品 来帮助矿工们度过难关 来看一下 Altifa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 该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 深度地与采矿业和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这也使得Altifa很好且快速地评估出矿工的风险 而此次为加密矿工推出的贷款产品 可以很好地减轻矿工们的电力成本负担 这是矿工最大的运营费用之一 据了解该产品它还提供无追加保证金 无清算的贷款 是一种名为结构性贷款产品 产品主要是以交易哈希率而不是行业中常见的代币或设备作为抵押 据Altifa的经理介绍 这些贷款的年利率约为6.6%至8% 贷款与价值比率为60%至90% 对于很多Web3的基础设施的开发商来说 日本是一个不可能做生意的地方 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日本的税收非常高 日本加密货币的高税收此前不是没有人反对过 但是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回避的态度 拒绝做出任何的回应 去年的日本两党成立了一个税收审核小组委员会 他们表示将会在2022年之前推动税制的改革 那么近日这个税收审查小组委员会开始有动作了 近日根据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 日本加密资产商业协会和日本虚拟和加密资产交易所协会 将向日本金融厅提交一份提案 要求降低公司发行和持有加密货币的成本 不过该规则被认为会阻碍日本当地数字资产行业发展 依照目前日本的法律 加密货币交易、采矿、贷款和其他收入被归类为杂项收入 税率高达55% 与日本20%的股票利润税率水平相比 加密收益的税率实在太高 因此游税团体计划要求当局对个人投资者 从加密货币中获得的收入征收20%的统一所得税 其实一个国家的这个行业的税收政策的松紧 就代表着这个国家对这个行业的支持的态度 虽然说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用的是一个日本的名字 虽然说日本一度成为了率先承认加密货币的支付属性的国家 但是作为这个税收的杠杆来讲 无疑传递着日本政府对于加密货币内心更真实的想法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节目的最后是今天的币圈快报 明天见 据官方推特表示 Beatwill宣布任命前JP Morgan执行董事Andre 为首席营收官 据悉Andre将负责规划和执行Beatwill的后续营销策略 推特称 推特在马斯克合并协议上 花费了3310万美元的交易费用 在2021年和2022年下半年 宏观因素对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 并可能在未来时期产生负面影响 如广告营收 全球加密货币ATM市场2022至2027年 按类型产品竞争分析和COVID-19 与ASOF分析的影响报告显示 2022年 全球加密货币ATM市场估计为4645万美元 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4.7218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59.01% 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 尾盘跌幅扩大至20% 最低触及53美元 报道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调查 Coinbase是否不适当地使用用户交易 本应注册为证券的数字资产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官方基地 罗林斯体育用品公司 今天宣布首次进入Web3世界 罗林斯将生产461种实物资产NFT 分布在4个稀有等级中 每个NFT都附有实物棒球手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